在另一个穆斯林人口大省云南 回汉地畔相征的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 云南是有色金属矿产大省 盛产银铜等贵金属 前加时期官府放松了对采矿业的管制 一时间民办矿业蓬勃兴起 那时的云南年产同千万金以上 矿工人数高达70余万人 采矿业的高利润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 怀揣发财梦的汉汉陶金客 这些陶金客绝大多数是无业游民 流民他们的到来带往了矿区附近的赌场 妓院等黑色经济 由于采矿赌场和色情业的高利润 矿区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斗兽厂 他们以血缘地缘关系结成帮派 为争夺势力范围火兵不已 矿区大多地处偏僻 天高皇帝远 结果美美闹得不可收拾 总而言之 当时的云南矿山就是一派龙蛇混杂 光怪陆离的畸形繁荣景象 好景不长 鸦片战争后 西方金属制品大量流入中国 使得仍以手工生产方式运作的 云南采矿业无力竞争 矿山大量破产 道光二十九年 一八四九年 时任云贵总督的林泽徐评论说 滇南铜正败坏机翼 往时彼论一主不运金铜之意 为一年可省百万铜本也 即来颠而始至其不可 若同本一岁不发 则颠必乱 乱米而所非浮于同本一 终于不能不发也 使事之无可如何辙也 很明白地指出 云南矿业的衰败 必将导致云南社会的动荡 并且很不幸地异于成辰 咸丰元年 一八五一年 也就是林泽徐做出悲观预言两年后 危机的导火索爆发了 就在这一年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战火迅速烧到长江流域 阻隔了云南与中原地区的交通 之前云南铜业靠着清王朝 每年二百四十万斤的筑钱 用铜勉强还能支撑一下 如今交通一段绝 云南地方政府的铜镇收入 一下减少了一百多万两 财政陷于崩溃 给已经衰败的铜矿业 彻底钉死了棺材盖 随着矿业的大萧条 矿工们再度大批沦为流民 成为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残存的矿山竞争更加激烈 各帮派为争夺日益缩小的市场而斗得你死我活 这一切都成为日后云南民族大动荡打下了伏笔 白羊厂位于云南省云龙州 金云龙县 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寒地带 环境偏远恶劣 原本人际罕至 贵金属的发现 打破了这里的沉寂 从乾隆三十五年 1770年起 陆续有人来这里开矿 到了家到年间 此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不算太大的银铜矿 银的年产量约在两三千两 铜约十万斤 拥有管理人员和曹 炉 炭 马等工种的工人约三四百人 加上混迹矿区的各类江湖人士 小小的白羊厂聚集了大约一千多好人 大致来说 白羊厂的帮派分属三大集团 首先是以云南籍汉人为主体的临安帮 因其团伙主要成员来自云南临安 今云南建水而得名 团伙头目是临安人秦贤中 其次是湖广邦 也叫湖南邦 是以外省籍汉人为主体 湖南籍汉人为骨干的邦派 团伙头目是湖南前阳人 今湖南红江 向中心 最后是以西邦 也叫回民邦 其团伙成员全部为回民 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云南本省 团伙头目张子洪 最后这个张子洪和前两位有些不一样 他虽然身为帮派头目 但不是矿民 换句话说矿里的利益 他不能直接享受到 这也为后来故事的发展打下了伏笔 我们下面说 道光元年 1821年 4月15这天上午 白洋厂回民马良才的矿坑口前 人头攒动 一圈看热闹的人群正中央 几个回民拉着一个汉人沙丁矿工 相互斥骂四大不止 原来 这个叫徐氏熊的沙丁 不知出于什么用意 跑到马家的矿坑前 拉了一泡大便 从史料记载看 这个徐氏熊 虽然只是一个沙丁 但来路不一般 首先 徐的岳父就在白洋厂开矿班厂 家里有钱有势 其次 徐氏临安人 属于临安帮成员 而且和帮主秦贤中关系很不错 算得上是帮内的骨干分子 所以在矿区称得上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考虑到临安帮与回民帮机缘很深 双方是有冲突发生 所以徐氏熊跑到人家档口出宫 恐怕不仅仅是吴蒋四枚意识欠缺的问题 而是很有一点受帮派指示 蓄意挑事的嫌疑 事件的真相如何呢 史料理无稽可查 但总而言之 这一泡大便引爆了 离安帮和回民帮的机缘 马良才的手下围住徐氏熊 一番拳脚下来 徐氏熊寡不敌众 落荒而逃 当天下午 徐氏熊带了十多个 林安籍沙丁 气势汹汹地来到 马良才的档口报复 二话不说大打出手 捣毁了马家矿坑的旱刀口 第二天 同样以牙还牙的马良 才召集了四十多个回民 打砸了离安帮的大本营 林安会馆 会馆的看门人胡芳 在冲突中身亡 从马良才不去徐家算账 而是直接找林安邦踢馆这一细节来看 似乎也印证了林安邦就是背后主使的假设 至少在马良才看来是这样的 因为出了人命 此后冲突的发展 陡然升级 十七日一大早 林安邦纠集了八九十人 准备以血还血 但探知的消息说 马良才一方已经聚集了二百余人 正在清真寺内 严阵以待 眼看在人数上占不到便宜 林安邦头目 秦贤中一面派人在胡广及旷宫中散布谣言 称回民邦此番是要先杀光林安邦 再杀进胡广邦 独吞白羊场 一面联络胡广邦头目向中心 相约联合对付回民邦 十夜 林安邦 胡广邦合计三百五十余人偷袭了回民邦 回民邦猝不及防 死伤惨重 被打死六十四人 愚者惊恐万分 纷纷逃离矿区 林安邦和胡广邦也有二十六人被打死 四月二十一日 秦贤中等人下令埋尸灭迹 企图掩盖罪证 直到四月二十四日 白羊场一侥幸不在现场躲过一劫的云南成江人 回民邦主马兴云下山报官 一桩惊天大案才曝光 白羊场案爆发后 接下来的案件查访申理过程 也是一波三折 疑点不断浮出水面 疑点一 回民邦头目张子洪的表现很异常 在徐世雄与马良斗殴时 以至闹出人命时 他却袖手旁观 十七日谢斗一触即发时 他却离场出走 抽身事外 谢斗后 回民纷纷出逃 他却回场 回场后 他不够官位回民深渊 却忙于与汉民投人 可常处理回民财产 即是处置财产 马兴云在白羊场的三千余两白银 十余万金千 同被轰抢一空 却未见得出面保护 如此实钱不理不问 事后趁火打劫 完全没有一个帮派头目应有的表现 疑点二 汉人相身袖手旁观 整个谢斗过程 白羊场汉族头人黄其真等人 始终保持沉默 事后他们的解释是曾经劝阻 因汉回人众劝阻不住 但发生命案后 黄仍未向官府禀报 并默示秦贤忠等人埋师灭迹 明显存在纵容行为 疑点三 地方官员有意隐瞒案情 受理案件的地方官是 大理府之府张志学 属云龙州之州雷文伟两人 后者5月14日到场 6月才正式办案 足足拖延了两个星期 在上司的一再催促下 也仅抓获八名次要从案犯 任由首犯向忠心等人从容逃脱 起获藏尸二十八句 五句为汉人认领 其中十二句被回民认领 剩余十一句 以无名师胡伦处理了事 拒绝回民认领 云南省府奏请朝廷将其革职 改派候补通判李肇榜查办 其料李肇榜与前任一丘之和 声称袁艳师商姓名及任领各师 具无错误 此外半无遗漏为其之师 马行云派人前往大理控告 反被张志学长则扣押 所以有学者指出 综合张子宏种种反常的举动 以及地方官办事的表现 不排除存在张子宏与秦贤中 向中心等人合谋设计圈套 指使徐师兄挑衅 引发泄斗 乘机劫财罢况 并收买地方官员 包庇罪性的嫌疑 说白了 这不是什么民族矛盾 而很有可能是一起 披着回汉冲突的马甲 由回民头目自导自演的闹剧 最后介绍白羊长案的处理结果 为了给回民苦主申冤 也为了所回损失的财产 马行云走上了进京上访的路 有了高层的重视 云南省府不敢掉以轻心 采取异地申理的方式 委派建川之州送开远复查 又起获海谷62巨 打开了审理局面 案发两年后的道光三年六月 湖南前阳县捕获首犯之一的 向中心押解至云南归案 案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经审判 秦贤忠 向中心等十余名主犯 以杀人罪处决 其余从犯分别处以杖刑 和流放各有差 张志学 雷文梅革职 李兆榜交部严加益处 我们需要深入历史的背面 才能发现更多的细节 陕西云南相距遥远 地盘相争的表现形势 也大相径庭 但其中隐藏着共通之处 历史档案保存了白洋厂189个人的身份记录 云南本省籍汉人88人 本省回民60人 外省籍人员41人 韩一鸣回民 占比分别为46% 32% 22% 云南本地土著民族 竟无一人 白洋厂严重暴力事件 表面上是租群冲突 实质反映了清代西南边陲经济开发 特别是矿业开发引发的移民潮 引发各族群利益空间重新洗牌 进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清代中期 云南政治 经济的发展 导致内地百姓大量移民云南 政治方面 清代在云南实行改土归流 打破了原先有土司垄断的势力范围 原先一个个封闭独立的政治 经济 民族隔绝区相继开放 经济方面 新康新年间开始实行放本收同政策 即允许百姓入山开矿 由官方颁发工本营业执照 所处矿产出少部分用于纳税外 大多数由官府按官价垄断收购 这一政策极大的刺激了采矿业的发展 再加上路后的手工生产方式 决定了当时的采矿业 是一个劳动力高度密集的行业 需要大量简单劳动力 这样一来 云南便成为一个劳动力资源需求大省 吸引了大批外来务工者前往 这导致云南各族群的结构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一个例子可以侧面反映这种大规模移民的广度和深度 云南宝山的郑康县地处西南边陲 与缅甸的国杆地区接壤 民国年间编撰的县纸这样记载 本县户口在西图司治理之初年 不过土桌一户一心三百五十六户 记住汉人七百零三户合计二千余户 男女总共一万余人民国十年以后 调查所得 全县共有万余户 总计七万余丁口 较之吐司出业 已增七倍 而且汉族反多余一人 其户略为一余五之比 口为一余七之比 也就是说 清代前期 郑康县汉族人口只有当地民族的三分之一 到了民国初年 汉族人口已经是当地民族人口的七倍了 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的结果 郑康县汉族人口占比为84% 与民国初年的调查结果基本吻合 考虑到当年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民族生育率即使有差异 也应当不会太大 汉族人口如此快速的增长 只可能是大规模外来移民的结果 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 在促进云南开发建设 有利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 某一地区长期持续涌入大量外来移民 必然会挤压土人的生活空间和资源 难免导致土人对移民的抵制和排斥 出现对移民的不友善行为甚至歧视 这是无可否认的 另外 同样无可否认的 移民自身往往也多少存在问题 特别犯罪问题 流动人口总数犯罪高发人群 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尤其古代中国作为典型的农业社会 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与社会秩序 与土地密切联系在一起 一旦脱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 不但打破了就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往往还伴随着原有社会秩序的毁灭和破坏 使社会生态结构造成巨大失衡 而在迁徙过程中 他们随时面临残酷的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 难免形成唯利是土 唯利是虫的草莽无野气息 加之云南山高黄地远 国家机器的统治力量 不足以控制流民集团的这种无序动荡 大规模犯罪行为的发生就难以避免 乾隆年间 云贵总督张云随曾说 滇省地处边墨 民情淳朴 近年以来 各省走场之民落意来滇 因而间谅混杂 有等不法之徒勾结活党 或用药迷人或丢包绝才 除了各类犯罪行为 外来移民集团中的种种 坑蒙拐骗不道德行为 也令人不耻 张云随海举过两个具体例子 其一 云南大摇地方土人与外来汉人交易土地 汉人往往欺土人不懂交易规则 不按正常流程办理土地过户手续 导致土地已被汉人购得 而在官府登基的那两户仍是土人 其二 在招肯的过程中 一些汉人流氓 送滚不去开肯荒地 而是专门四级争夺土人已开发的熟地 党未肯之时 从未过问 以死以民力更成熟 集出民报肯 告征不休 以至于一位妾 虽有灵星可耕之土 亦任其荒芜 而莫敢啃辟 由此一来 导致土可矛盾激化 也就在所难免 所以 白阳长以西 临安 胡广三大帮派 正是当时云南穆斯林老移民 汉人老移民和汉人新移民 新老三大族群的缩影 原住民族群不包括在内 三大帮派之间的矛盾 也正是当时云南三大族群间矛盾的体现 陕西会汉冲突 则是穆斯林移民与汉人原住民之间的矛盾 简而言之 就是不同族群间人口比例的快速变化 由于移民或人口繁衍导致的资源利益分配规则 重新洗牌 进而引发的矛盾 但必须强调的是 虽然毁汉两族在白阳场爆发了如此大规模的 以族群为单位的对抗和冲突 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毁汉两族的和睦关系 但这种冲突并不是族群矛盾引发的 纯粹是经济利益和势力范围的冲突 冲突中甚至还可能存在跨族群的合作 不能混淆了因果关系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官方将问题定性为此案兴起回民 与胡广及临安等出民人因争场地霸动邪险 也说明了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 许多势力表明 大规模的人口比例变化 并不必然引发族群矛盾 比如改革开放后的广东 在短短数十年里涌入几千万外来务工者 在深圳等一些城市 外地人甚至反科为主称为优势人群 本地人称为少数族裔 这其中固然也存在用有色眼镜 看待某些地域人群的现象 但那么多数是长期以来就已经形成的偏见 典型的如对河南人的地域偏见 并非移民现象所引发的 而且这种现象始终是非主流 是被主流社会所摒弃的 总体而言 广东主客之间的矛盾 始终就如同电视剧《外来西附本地狼狸》所反映的那样 有矛盾和冲突 但不影响过日子 更不至于酿成冲突 所以通过采取一定措施 是可以部分甚至完全解决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的 那么具体应当怎么做呢 考察陕西和云南的经验教训 我们大致能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 经济环境为各族群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 族群通常是以地域 宗族和种族区分的 在社会昌明 经济繁荣时 生存空间充足 族群之间没有大的利益冲突 地域 宗族和种族等关系 通常只是 人们精神和感情上的寄托 而在乱世 人们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 族群之间利益冲突加剧 普通百姓无高之可依 地域 宗族 种族等纽带关系 就会因人们抱团取暖的需要 而不断被强化 最终发展成以族群为单位的相互冲突 清代中叶以来 云南同叶逐渐走向 衰败 利益争夺更去激烈 这种情况下 利益冲突就很容易以族群冲突的面貌表现出来 其次 有一个强力政权 特别是强力的基层政权 来协调各族群的利益分配 移民天然处于弱势地位 坚穿力炮的殖民者 另当别论 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如果他们的正当权益的不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 那么决定资源占有的决定性因素 就只可能是暴力 谁拳头应谁说了算 另一方面 如果基层政权不能有效控制移民的犯罪问题和经济社会利益冲突 就会在原住民族群中引发对移民广泛的敌视 同样是广东 清中期曾爆发过严重的土克族群冲突 甚至酿成大规模泄斗和屠杀 这种冲突甚至是在客家人早已长期定居领栏 事实上已经成为本地居民的情况下出现的 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基层政权崩溃 无法协调这些利益分配有关 第三 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民间协调仲裁机制 中土文化历来讲究沟通协调 而非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陕西大力地盘乡征冲突 就是通过民间协调机制 和平处理回汉争端的典型案例 问题在于 传统上这个协调机制是通过乡绅阶层运作的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 这一社会阶层出现真空 就很容易造成民间协调机制的黑帮化 甚至导致基层正确的黑帮化 白羊场即是典型的协调机制缺位 黑帮实际控制了矿区 导致族群间冲突无法正常解决 但是中土乡绅阶层是基于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基础 即孔孟儒家思想形成的 脱离了这一基本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体系 就无法形成一致的理念 也就难以开展族群间有效的沟通 陕西大利的地盘冲突中 毁和双方相身均为声援 同属一个价值观体系 仅仅是文声武声的区别 因此双方存在沟通基础 但是 如果双方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体系呢 此类困惑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